若发现亲友被骗去东南亚或需要求助时 请各位观众先向警局报案 不要亲信来路不明的救援组织 可拨打三支24小时服务的专线 旅外国人急难救助专线 也提醒各位从事电话诈骗的民众 会触犯加重诈欺罪 可能会是一年到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那如果进行人口贩孕 各位触犯人口贩孕防治法 刑期最重可能是七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所以各位千万别物性圈套以身试法